时尚杂志这晚在上海举行颁奖礼 一帮明星名人都专程胜装出席 焦点之一就落在Angela Baby身上 穿着粉红色飘逸长裙现身的Baby 这晚获得年度魅力icon 荣誉 不过Baby心情大美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 话说早前一直盛传她和黄晓明已经签子离婚 不过两位就封口拒绝回应 直到日前有网民拍到Baby低调现身上海机场 发现她穿着的衣衣和外套 都是和晓明早前在机场所穿的一模一样 由于两位隔空着情侣衣服实属罕见 所以就有人推断 他们是想以行动粉碎离婚传闻 而这晚虽然天气开始回暖大约10度 不过看下衣着单薄的Baby都一时抵不住寒冷 在镜头面前忍不住打了个冷震 有粉丝见到就在网上大赞Baby行为非常可爱 只不过体温的东西不同人有不同感觉 说的就是这晚获班年度时代icon的谢霆锋 他穿着橙红色羽绒戴着黑超登场 很多网友看直播时就问霆锋 感着会不会觉得太热 又说霆锋和谢言越来越像样 霆锋事后在社交平台铺这晚的美照 都自嘲话实在觉得有点热 赞别God7队友之后 黄家义独立发展依然获得肯定 这晚他就奪得年度音乐人奖 而日前Jackson正式踏入27岁 穿着灰色西装迎包走红地尖的他 都有跟主持人分享今年生日怎样度过 没有就是爸爸妈妈也在上海 然后就跟爸爸妈妈一起过的 然后也跟我们团队一起过的 这晚另一焦点就落在之前盛传再到怀孕的鞋梦瑶 话说早前有内地传媒引导老公何尤君 陪着他出入私家医院做检查 而这晚穿着露建装的梦瑶身材丰满 亦比以前更圆润 令网民更相信他怀有新人为何家再添定 这晚盛会还有很多内地明星出席领掌 包括刘思思 黄千元 宋善 沈腾 杨子 李燕 毅尼等 场面星光日日 影射 昹 中文 racing ْ